我是姐姐 完了完了 今天起晚了 上学要迟到了 希望老师不要罚我抄书 你们有被发过吗 评论区说一下 我看看有多少人 马上马上 就要到了 急跑开启 哇靠 好在在最后关头赶上了 怎么回事 麦奇这里就你一个吗 是要我一早来到学校这里就只有我一个人 大家都没到 你是我今天在这所学校见到的第二个人 不是吧 那么巧吗 今天所有人都迟到了 你应该庆幸你迟到没有被老师抓到 否则你就要去背书了 好吧 不过好在刘老师没看到 我敢打赌 屏幕前的你绝对有一个老师姓流 不过今天确实很奇怪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我们等等吧 就这样 我和麦奇在学校这里等了一天 这都晚上放学了 还是没有人出现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难道学校放假没有通知到我们两个吗 我想很有可能 等等麦奇 我怎么好像有点眼花 你在说什么呀姐姐 窗子外面好像有个僵尸 你在说什么胡话 等等这是真的确实是有一个僵尸 而且还不止一个玩了 有一大群僵尸在这里包围学校 我们必须快点离开这里 我们赶紧跑了吧 我想回家 快跑麦奇 动作要快 姿势要帅 等等跑不掉了 我们学校的门口围满了僵尸 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赶紧去把门给关了吧 姐姐小心 完美 成功地把门关了起来 现在学校外面太冷僵尸了 是的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一时半会我们出不去了 外面到处都是僵尸 我想起来了 校长有个直升机停在了学校的屋顶 我们只要拿到那个直升机 我们就能飞离这所学校了 走吧麦奇 我们赶紧去找到那个直升机 我们一定能逃离这里的 等等这里是我们学校的食堂 我们进去找点东西吃吧 我在这里已经守了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好主意 我这里居然有蛋糕太好了 我都饿了一天了 这里还有冰箱 你们来看看里面有什么太好了 有普通的苹果和金苹果 我们可以留着来补充血条了 这是个不错的意外发现 这里还有别的吗 这里还有两把厨具餐刀 我们可以拿去防一下身 万一有僵尸闯进来了 我们可以反击一下 是的 我们走吧 希望能找到一些别的东西 这个房间是干什么的 等等这里居然有个僵尸我的天啊 问题不大 他只有一个人底部广众 他打不过我们的这里 既然已经出现了一个僵尸 是不是代表着学校已经有僵尸闯进来 我不确定 不过从现在开始 我们万事都要小心了 姐姐别太担心 说不定那个僵尸是从一开始 我没注意的时候闯进来的 我们绝对会没事的 希望如你所说的那样 我们现在需要赶紧找到校长的直升机 我们到了学校的后花园 麦琪你快看对面那栋教学楼直升机就藏在那 太棒了 我马上就要成功了 我们必须要赶在僵尸传入学校之前抵达楼底 可是我们该走哪条路过去呢 等等麦琪这些花园里面藏有好多僵尸 快他们数量有点多 不要跟他们打了 我们赶紧跑到对面那栋教学楼里面去 快点快点 我把门关起来 太棒了 成功的把铁栏关闭 僵尸在外面进不来 这有点糟糕 现在学校里面都是僵尸了 这里是一个教室 我们要进去看看吗 哇我的天啊 里面有两个僵尸 不过他们看起来跟那些僵尸怎么不太一样 这些好像是我们的老师变的 不过他们数量不多 还是很好对付的他们掉下来 这一些粉色药水是干什么的 这是一些恢复体能的药水 关键时刻我们可以用它来恢复体力 看起来还不错 让我看看这个教室能找到点什么好东西 麦琪快看这个箱子里面有一个炸药 我们拿起来吧 我想应该会派上用场的 走吧 现在我们需要去到学校的屋顶 这边有楼梯快来吧 相信我们很快就能逃离这里 黑这个教室里面有人我想不会是个僵尸吧 我也不确定等等 好像不是僵尸 那是我们的班主任 天哪是真的 他是刘老师 刘老师你怎么在这里 学校爆发僵尸危机了 这里很危险 你赶紧跟着我们一起走吧 怎么了 刘老师他怎么不动 等等 刘老师好像受伤了 你们快走吧 我被僵尸咬了无法离开这里 我想很快我就会变成僵尸 这是我身上所剩的物资全部给你们好爱 你们赶紧跑吧 刘老师 谢谢你麦琪刘老师给了我们超级棒的物资 谢谢你刘老师 但是你真的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是的 你们还是先走吧 不要管我了 好吧 麦琪我们赶紧走吧 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等等什么声音不好啊 学校的大门被僵尸突破 他们一大波僵尸正在进攻 我们得赶紧走了麦琪 试得要快 我的天啊 学校怎么会有容颜啊 这到底是哪个大聪明设计出来的 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们赶紧快跑吧 别等会儿被僵尸咬了就要变成僵尸了 对于我们这种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来说 通过这些关卡简直就是小儿科 麦琪快点吧 僵尸很快就要来了 怀疑这是我们的图书馆 这里有三个门 我们该通往哪一个呢 其中有一个绝对是通向屋顶的 我们从中间的开始吧 我的天啊 这里关着一个僵尸太古 这是一个青蛙怪 不过好在老师给了我一个激光枪 刚才真的是太危险了 怎么也没想到里面居然关了一个僵尸来吧 我们接下来该打开哪一个呢随便吧 这里有一个箱子打开 他看看里面会有什么东西 这里有一个拉杆 我想知道他是干什么用的拿起来吧 肯定会有用的 不是吧 最后一个门里面居然又是三个门 静止套啊 好吧 从左到右吧 这看起来像是个迷宫啊 还有我去这是哪里 我们掉下了一个陷阱 我的天啊 这里有这么多僵尸啊 麦琪赶紧拿出你的武器 把他们全都干掉 真的是太感谢刘老师了 要不是他给了我们这个武器 我想我现在已经搁了 走吧这里有个梯子 我想我们离屋顶不远了 我们现在这是在哪 我们相当于转了一个圈吗 无余死了 我想这一定是最后的观察了 这个地方怎么看起来那么奇怪 这是一个死胡同 我们该怎么办 哪里还有道路通往屋顶啊 麦琪快过来这个地方 跟别的地方有点不一样 这里有个开关 我给他装上一个拉杆试试看 我天啊 这里有一个暗门太棒了 不过 不好的 就是前面有个僵尸 问题不大 我们有武器 激光枪对付他们简直太容易了 这里还有一个开关 我的天啊太好了 我们绕了一大圈终于进来了 我们快进来吧 这里还有一面墙 又是一个死胡同 我真是受够了 麦琪你忘了吗 我们前面在实验室找到了一个炸药 是的 你不说我都忘了还吧 现在是时候爬上用场了 让我们来炸开这一堵墙 太棒 成功打开 我们赶紧过去吧 我的天 这里怎么这么多僵尸 卖谁筷子 不要回头我的天啊 兄弟们你们看到了吗 你们有被这么多僵尸追过吗 情况紧急快 我们快上楼梯 只要上到直升机上 我们就能逃脱了 太好了 这里居然还有一个铁门 把拉杆拉起来 僵尸就进不来了 太好了 直升机就在眼前 马上就能逃脱了 太棒了 一那里有个人卖是谁啊 好像是刘老师 太好了 刘老师想通了 我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等会刘老师他变僵尸了 麦琪快跑 我的天啊 为什么会这样 当才在教室刘老师就受伤了 现在已经变成僵尸了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麦琪赶紧上来 飞机就在这上面 我们很快就能离开了 节节救命啊 我也想上去 可是刘老师他挡住了梯子 那你赶紧想办法把他引开吧 好的 我正在把他引开 希望我能成功 我来了 天啊 太可怕了 实在对不起了 刘老师 麦琪走吧 我们该逃到安全的地 上飞机好的我来了 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现在是什么样了 至少现在我们逃离了 学校这个僵尸窝 如果今晚会有一千个僵尸 入侵你的房子 你会怎么办 我们今晚将会面临 这样的危机 所以我现在需要 和我的好朋友迈起 打造安全系统 来阻止僵尸的入侵 一千个僵尸 我们需要快点动手 打造防御了 节节 我今天的计划是通过 不同类型的安全系统 来守护这座房子 不同类型的系统 你确定能打造出来这么多吗 是的没错 你跟着我的计划走就行了 第一步 我们需要用到熔岩 熔岩抵御僵尸超级管用的 也是最容易打造的 我们现在需要 挖一条护城河 围绕我们的房子 就像这样 麦奇 麻烦你帮助我一下 好的没问题 瞧我的速度多快 有了麦奇的帮助 我们分头挖速度 加快了许多 没一会儿 我们就挖好了一条 但是我觉得有点不够宽 我再给它加宽一点 就像这样 挖好后 我们需要往这里填满熔岩 这是我们最简单的一步 也是最有效的一步 简单粗暴地阻止僵尸们靠近 就算它不能百分百担住僵尸 但也能阻挡绝大部分僵尸的入境 这看起来很完美 是的 看起来简直太棒了 我去烫死我了 我屁股冒烟了 好了 既然建造完了第一步 那我们开始第二步雪傀儡炮塔 麦奇不得不说你今天的行动力真的是刚刚 我刚说完 你就给我打造了 首先我们需要建立起个攻击系统 因为我们不能只知道一味的防守 我们还需要主动出击 麦奇你别在那里玩了 赶紧过来帮忙 你在那里玩的时间 我都打造好一个 好吧好吧 我在另外一边建立一个 麦奇你怎么打造的乱七大糟了 有吗 哈哈 看来是我打造错了 你看正确的应该是像我这样子的 我原来如此好了 我明白了 这两个可是我们攻击僵尸的强大武器 很快在我麦奇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的雪傀儡防御完成了 现在开始我们的第三步秘密同堡 麦奇你跟我进来房子 这里有一个秘密公告走 我们下去 无辜想不到吧 我们房子里面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地下室 如果我们想有效的阻止僵尸入侵 那么这个地下室 我们需要利用起来 所以我现在要上去安装一个秘密入口 这主意听起来不错 是的 我打算把入口安装在浮城河的外面 这地方不错 我们就在这里吧 挖麦奇这我就得夸你一句了 你居然知道帮我挖坑了 嘿嘿那是必须的 这一段我得把它打造成楼梯 方便我们下来 这看起来应该够深了 看起来还不错 我们的地下室就在前方一直挖就能抵达了 挖没想到挖通的这么快 居然挖通了 我现在得把这个入口隐藏起来 接下来该是活性粘塞上场的时候了 首先我得把旁边的泥土清理一下 然后再安装上活性粘塞 然后再把这些新路器连接到操纵杆上 就是这样设置 这指定少不了红石粉把它们连接起来看 这就是我们的成果 我们把开关就安装在这里吧 看我们的机关打造成功了 安装的差不多后 我们需要把这里铺上草块隐藏我们的机关 这就是我们的最终成果看起来很错 只要我们拉动这个拉杆 这个入口就会打开 我们可以从入口直接进去 第四步 安全装甲 我们得打造两个安全装甲装置 到时候方便我们一件穿上我们的装甲 就选在这个地方吧 打造好之后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装备配置上去 经过我和麦琪的努并 我们屋子的防御最终完成了 很快时间来到了晚上 僵尸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这数量有点多呀 怎么还有这么多僵尸小孩 还没成年就出来打工了 救命啊 姐姐好多僵尸小孩追着我 我去走开 不要靠近我兄弟 怎么这么多 有点受不了 我先回到熔岩这里躲避一下 起作用了 不愧是我最信任的熔岩机关 我们赶紧把秘密入口打开 让他们尝尝我们的火焰泡土威力 我去不行 僵尸太多了 我们赶紧下去地下室 有点顶不住了呀 这些僵尸怎么还穿的迷彩呀 不知道衣服看起来比我多多 这些僵尸都快把 我咬死了 我得吃个金苹果补充一下 铠甲铠体 我现在是铠甲勇士 你们几个不是我的对手 就凭你们几个也想伤害我 跑了四十后 开启我们的僵尸捕捉器了 三二一 无狐哈哈哈哈 你看上面也不不断有僵尸掉落下来 而且他们出不来 只能让我们宰割 看他们都被激怒了 但是有用吗 只能在牢笼里无能狂怒 我来秘密通道看看 我去迈齐 这有点糟糕 大批的僵尸涌入境 不是说了一千个吗 怎么感觉这数量远不止一千个 迈齐快走吧 这里要顶不住 我们赶紧进入我们的安全逃生屋里 打开这个入口下面就失了 迈齐快下去 遗憾的是我们的房子没了 值得庆幸的是 我们两个在这次入侵当中存活了下来 我是姐姐 你们今天星期几了 答案写在评论区 让我看看多少人相同 迈齐快开门迈齐 等等来了来了 怎么了姐姐 今晚会有一波僵尸入侵 这是你的房子吗 这个样子的房子抵御不住僵尸啊 还有你什么时候 装了一个栅栏围着你的土房子 我为了抵御僵尸 昨天晚上连夜加装了一个围墙 不是吧迈齐 你这个土房子小偷来了 都得给你留下一百块 僵尸根本不用入侵就能倒塌 啊 那现在该怎么办啊 我已经很努力打造了防御了 只剩一个办法了 什么办法 我们出现打造一栋安全屋 来吧 我们准备重新建造一栋更加安全的屋子 好主意 我们赶紧动手吧 我敢打赌这绝对是史上最安全的安全屋 不仅如此 我还要打造僵尸防御系统 就算会强大到僵尸围攻也不用担心 哇哈哈太厉害了 我们赶紧动手吧 你们一般搭建的房子会使用什么材料 答案写在评论区 来吧 就让我们开始建造最强安全屋吧 我们曾经建立过许许多多的安全屋 看过我视频的小伙伴们可以评论区说说 你们觉得我的哪个视频最好看 我想这次经历的安全屋绝对不比以前的差 是的没错 我们非常有信心 来吧 我们先开始 我要先挖一个坑里面填上石英块 然后挖一个我们房子的大概面积 我喜欢白色的方块 所以我打算这种房子的材料使用石英块 挖好后 我开始往边缘填满 地板大致就是这样 之后 我们需要打造几根柱子来支撑我们的天花板 就像这样 看起来还不错 我们房子的一个大致图形就出来了 来小伙伴们给你们看一下 大致整体就是这样 你们有建造过两层的房子吗 在评论区告诉我 一楼我们已经搭建好了 我不打算就建一层 我打算建个二楼 我和麦琪忙碌了 两个半小时后 终于把房子搭建好了 挖这个小别墅我超级想住在这里 看起来非常不错对吧 是的 不过我们现在内部还没有打造好 走吧 下一部分就是打造小别墅内部 我们的安全系统放到最后再来打造 首先是我们的一楼 我要制作一个客厅和一个厨房 麦琪我们分工合作吧 好的没问题 厨房我就选在这个地方 我会先放上一些厨房用具 我们的房子非常的明亮 现在已经完成了 看起来非常棒 是的没错 我们居住的所有家具全部打造成功 麦琪你知道接下来我们要建造什么吗 不知道 接下来我们要打造安全系统吗 哇哑哑 麦琪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呢 我想不到 好吧 那我就按照我的计划来了 还是老规矩 先挖个护城河吧 好的没问题 我会跟帮你干活的 我好了 我想我们应该可以轻松跃步 是的 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挖好护城河了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里面加入陷阱 我打算放上尖刺 这样护城河就有伤害性了 还能很好地保证我们的安全 来吧 让我们往这条护城河全部铺满尖刺陷阱 已经弄好了 我已经开始想象到僵尸掉进尖刺陷阱里面 却又无可奈何的样子 哈哈哈 完成之后我们开始建立下一步吧 一个深坑陷阱 挖听起来可以捕捉到很多僵尸的样子 是的 没错 现在我只需要在地上挖出一个大坑 挖 不小心把我们一个荒废的地下室给挖出来 不过没关系 做到什么 我继续往下挖 这个陷阱需要足够的深 才能防止那些僵尸逃跑出来 快快快我们快挖吧 挖好之后我再利用草坪把洞窝隐藏起来 走吧 麦奇 现在你尝试着走过去看看 好的没问题 挖我被困在里面了 怎么样这个陷阱可以吧 非常可以节节 你先救我出去 不 我们不需要出来 僵尸掉下来之后我们没想办法消灭它 所以现在我需要在坑里面安装僵尸捕捉器 我先用玻璃把这些地方给围起来 然后再往这里放上红石粉连接开关 我的箭头炮塔就完成了 哇哦酷哎 到时候僵尸掉入到这个坑里 箭头炮塔可以一直发射出弓箭 直至把这些僵尸全部消灭完 哇哦我现在觉得我超级安全 我会把这些炮塔装满箭头 绝对够对付僵尸了 第三个 自动炮塔 听起来伤害力就很强 有了它两个在这里 我们可以很安全地回到我们的屋子 如果还是有僵尸不知死活闯了进来 最后将由我们自己为自己而战 那么就需要打造自动装甲系 一件穿上豪华战斗盔甲 建造这个设备并不困难 我很快就做好了一个 打造好后我把要穿的钻石套装配备上去 对了 不能忘记我的宝贝金瓶 以防万一我们被僵尸伤害到要吃它回去 这样就完成了 哇太棒了 看起来很完美 自动装甲设备打造成功 到时候我们只需要站在上面按动那个按钮 我们就能 一秒换上盔甲 现在我们的防御措施打造完成 现在我们只需要安静等待僵尸的到来 现在已经到了晚上了 那些僵尸来了 是的 现在我要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什么 你在开玩笑吗 这很危险吧 不用担心我卖起 我有分寸 我会把他们往陷阱那边引导 我们打造的安全防护系统 一定能把他们都消灭掉 看我成功了 那些僵尸成功被我吸引注意力 同学们 你们猜我身后的僵尸有多少个 答案写在评论区 我看谁最接近 我现在正在往安全屋的方向走 这可真是一场盛大的僵尸入侵 成功了 那些僵尸成功掉入了我打造的尖刺陷阱 哈哈哈 等等 怎么有一群小僵尸突破了尖刺陷阱 现在是时候看深坑陷阱的时候 还不错 困住了很多僵尸 周围围上了一圈 向日葵用来防止我们自己掉下去 很好看对吧 你们喜欢什么话你 答案写在评论区 太难了 虽然陷阱捕捉了大多数僵尸 但是还是有一部分闯了进来 还得靠我呀 我用我的蛇皮走位 把他们全部忽悠下去 不过这些僵尸这样困着不是办法 我们得想个办法 啊呀救命啊姐姐 哦我的天啊麦奇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掉下去 你坚持住 我现在就下来救你了 我已经按下了箭头泡弹开关 哇看看这个 简直太棒了 走吧 我们下去看看 跑得没问题 我的天哪 怎么有个小僵尸跑出来了 哈哈哈哈看起来怪好玩的 不过在小也是僵尸 我不能放过你 别看他虽然小 他攻击力还挺强 这一群僵尸被我们囚禁在了这里 只能让我们宰割 我们赶紧把这一群僵尸给消灭点 等等 情况不好了 这些僵尸什么时候来到了我的后面 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麦奇我们得走了 快 是时候穿上要穿上钻石铠甲跟他们拼了 准备好他们来了 但是他们数量太多了 我感觉靠我们两个没办法消灭他们 只能启动我的绝招了 什么姐姐你还有绝招吗 是的 快跟我上来 现在我们不是这些僵尸的对手 我只能启动最后的手段 这是我提前安装在这里的火焰喷射器 这些僵尸已经开始着火了 麦奇快点我们上二楼 这里有一个梯子 我们现在需要爬上去动作快点 整栋房子开始被我的火焰喷射器 烧毁了 可惜了我打造的那么漂亮的房子 我准备了两张飞行李 我们一人一张逃生 哇姐姐不愧是你 还好你留了这一手 是的 我们赶紧启动吧 离开这个房子 这栋房子要被烧毁了 让那些僵尸跟着那个房子一起毁灭吧 把新年愿望写在评论区 你会怎么办 今天我们在这一间什么也没有的房子里面 将抵挡一碗僵尸的围攻 现在还是白天 让我和我的搭档方头绿好好计划一下 该如何打造机关阻挡僵尸的入侵 方头绿问我有什么计划吗 我此时已经计划好了 计划的第一步 要做一个尖刺陷阱和熔岩 我们两个是行动牌 说干就干 我们开始在房子周围的雪地里安装尖刺陷阱 我的想法是做点机关把房子围起来 来个360度无死角防御 我和方头绿建了一排后 我想看看效果怎么样 为了测试效果我直接踩了上去 我去 效果还真不错 一踩上去尖刺就刺了出来 这个方头绿好像玩上瘾的 一直在机关上又跑又跳 嘿 别玩了快下来 我们需要抓紧时间 光靠着一个我觉得还是远远不够的 紧接着我又在雪地上凿开了一条水沟 我往沟里灌满了熔岩 我觉得还差了一点 我继续把这条熔岩水沟加宽 我去 给自己烧着了 不过对于我来说这只是小问题 来看看我第一步的最终成果 我感觉还不错 这样房子就不用担心僵尸背后突袭了 第二步 地下陷阱 为了防止会有僵尸越过尖刺 我觉得还是在尖刺陷阱后面再加一个坑保爽一点 我跟方头绿开始了挖坑模式 我觉得还可以挖大一点 然后挖得很深 防止僵尸可以爬上去 这下应该是爬不上去了 挖好后我在雪坑上面覆盖了一层宝雪 让僵尸们看出来 捕捉率会大一点 方头绿可真是个不错的搭档 有它协助 我的机关建立的速度加快了很多 为了测试雪坑陷阱 方头绿率先尝试了一下 不愧是我们 陷阱非常完美 方头绿直接给封锁在了陷阱里面 第三步 捕捉僵尸 我开始在地下建立一个类似监狱一样的东西 让僵尸掉在这里无法逃脱 我全部封上玻璃后 感觉可能会不太结实 我想尝试底下换成箭头炮塔 这样杀伤力和牢固性质应该会提高很多 装好后我开始布置我的暗器 制作一个开关 开关打开后 箭头炮塔会发射出锋利的弩箭消灭僵尸 感觉还不错 我进去里面看看效果 看起来伤害非常高 这简直酷的一批 僵尸被困在这里就逃不掉 第四步 秘密通道 我觉得球龙里还需要加大火力 我紧接着又挖了一条通道下到球龙 试了一下石头暗器 确实觉得可以再加强一点 我继续往后面挖 挖出一条方便出入的通道 我又继续在雪洞下安装了很多机关 这些机关估计对付僵尸 它没有够呛的 第五步 自动箭头炮塔 我在通道里也安装了箭头炮塔 就算有僵尸闯了过来也可以多一层防御 我看了一下我的设计 非常完美 僵尸掉下来插尺难逃 第六步 自动化系统 我在地下密室里打造了一套自动设备 你以为这就完了 不 我还要把密室打造成最后的机关 谁也想不到这一步 把它跟房子链接起来 做完这最后一步 我和方头绿回到了房子上面 外面的风雪声音很大 我在屋里都感觉到了寒恶 方头绿别闹了 我们还差一步就完成了 最后我带着他爬梯子来到了屋顶 我打造了一台逃生艇 这是作为我们最后的逃生机会 万一前面所有障碍都没阻挡到僵尸 那我们必须留个底牌逃跑 我见好后 和方头绿来到了房子门口 天逐渐黑了 大批僵尸出动往我房子的方向过来 方头绿 注意了 这将是我们的一场大战 我首先冲出去干掉了一个僵尸 随后冲往僵尸群 我的天 方头绿 注意了 他们来了 我看着大批僵尸往我设置好的陷阱里来 他们被尖刺突袭倒下了几年 果然倒不住 还是进来了 但是不要担心 我们还有挖好的洞 那些僵尸一个个全掉下去了 刚好掉进了我设置的囚龙里 方头绿去凑热闹 结果跟着一起掉进了陷阱 这个方头绿真是不让人省心 我赶紧打开机关 跑去地下囚龙看看情况 那些僵尸掉下来被囚禁在这里出过来 哎呀呀 我要灭了你们 方头绿你没事了 害我以为你被僵尸消灭了准备帮你包住 没有我还活着 我没事 我们先把眼前这些僵尸灭了再说 我去 抵挡不住了 僵尸还是涌进来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僵尸 看来我还是小乔了 我跑回地下大厅穿好防护服 拼命跑过去打打开了最后的机关 地下立马冒出了火焰 这是我们最后的计划 我们把房子烧了 让僵尸都困在里面 现在整栋房子到处都着火 连地上那部分房子也没能幸运 我带着方头绿 坐上了我们最后的逃生艇 我们两个驾驶的逃生艇离开了房子 由于我们准备了逃生工具 最后我们两个人栽在僵尸的围攻下幸存了 我是小姐姐 如果今晚有大批僵尸入侵 你该怎么办 我们现在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 我必须要和麦奇建立起一个防御力超强的战斗堡垒 以此来抵御今晚来入侵这里的僵尸 战斗堡垒姐姐我们应该怎么要怎么做 放心 我的脑海中 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计划 我的背包里面有超多的物资 有了它们即时来一千个僵尸 也不用担心 我们开始吧 我绝对要建立一个我的世界中最牛战斗堡垒 我先用石头来打造一层地基 然后再围绕出战斗堡垒的大概面积 我想这个面积应该是够了 来给你们整体看一下 看起来很棒对吧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拿出我的魔法吧 五拉拉黑暗之神复制粘贴 将它们一层一层叠加 可以省去我很多工作 如果全都是我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话 估计还没建立到一半僵尸就要来了 哇哦小姐姐 不得不说你这个程序很棒 下次教教我好的没问题 我们只需要把它叠加到自己想要的高度就可以了 这个高度我想可以了 不过我还要加厚一下墙体 万一有变异僵尸 靠这个薄薄的墙是抵不过它们入侵的 我把四面的墙全部都加过了 我敢打赌在我的世界中 绝对没有比我更结实的堡垒 然后我需要再往中间挖一条过头 以便让我们在这里行走 最后我需要打造一条城楼上的梯子 方便我们上来 四个角落 这不仅增加美关系 而且能让我们更好地观察僵尸的动向 哦这看起来就像城堡一样 是的没错 我也这样觉得 除了外面的石墙 我要在内部再打造一层木墙 圈出一个大致空间 再用老办法掏出我的魔法棒 武纳拉黑暗之神 复制粘贴层层叠高 这个战斗堡垒分为两层 外面一层铜墙铁壁里面一层木头打造 这一个木头房 我要给它封个底 万一下雨 我们还能进去里面躲定 这个门口还没有打到行 我去开一个门口 还有石头墙的 我也没有弄好 这样我们就能从外面直接走路 进入到里面了很酷对吧 来小伙伴们 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忙碌了两个半小时打造的城堡 我的安全堡垒是不是很酷 酷的把裤子写在宫屏上 我们这个木头房总共分为两层 现在我要带你们下楼 看看我们的一楼箱子 储备了非常多的武器 还有铁铠甲 别看我现在小 那些僵尸可不一定打得过我 玩偶已经有僵尸不知死活的想闯架了 被我的火焰喷射器打倒在 我早晨墙上的楼梯上去看看 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这些僵尸已经开始源源不断地 朝着我们的战斗堡垒入侵 现在僵尸还不是很多 不过尽管如此 我们也还是不能够放松警惕 说不定这只是一小部分 我很满意 我这个战斗堡垒 我想没有任何人可以入侵我们 这些僵尸都是我们的敌人 让我们全部把他们都清理掉吧 这地狱暴僵尸我们已经清除干净了 我想事情没那么简单 肯定还会有的 那一期我们还要打起十二分的警惕 果然第二波僵尸又来了 我觉得是时候该拿出我的武器去对抗他们了 吴胡 这个机枪很棒 姐姐你确定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对付他们吗 万一我们失败了怎么办 孟七不要在这里讲丧情话 我们不可能失败 我们耗费了这么多心血打造的战斗堡垒 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实力 如果你担心我们了 武器不够重量级 那么我们换一个更厉害的就行了 这些僵尸收在屋子里面消灭不贵 我直接杀出重围跟他们战斗 这里到处都是僵尸掉下来的服务 是时候该换上重量级的装备了 拿上之后 我准备迎接第三波僵尸的到来 我去麦琴你看 这些僵尸 比刚开始那两波僵尸强壮多了 这些是变异僵尸不仅如此 还有变异骷髅快跑了 我直接被打得掉了两颗心脏 顶不住了 他们太强大了 我必须得回去 我继续待在这里会被踩扁的 我要爬上城墙用机关枪扫射 这些僵尸和骷髅也太吓人了 是的 他们和普通的不一样 他们是变异的 幸好我安装了喷火器 用火焰对付僵尸是最有效的方法 火焰已经帮我们消灭了 大部分剩下的小部分我们自己收拾了 站在城墙上实在是妨碍我帅气的动作 我直接跳下来跟他们大干一场 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赢的 我去这里怎么还有一个奇怪的怪物 我的血条流失的太严重了 我先走一步 吃个马铃薯回一下洗 现在这些僵尸所剩如己 再坚持一下 很快就能把他们消灭掉 拿出我的火焰喷射枪就是一顿扫射 小麦气我们好像成功了 无葫芦太棒了 今天晚上的三波僵尸攻击全备 我们抵挡了下来 我们成功抵御了僵尸的入侵